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官方祝贺肖战在第二故乡顺利演出 粉丝们不必安慰 只求门票 日前 官方媒体北京广播电视台再次发布消息 称将出演由肖战主演的电视剧 如梦仍然对北京站表示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 官方也提前祝福肖战能在第二故乡演出顺利 不过评论区里也有粉丝表示不能安慰 自己只想拿到如梦的门票 本来官方在与粉丝互动的时候 北京广播电视台给肖战送去了祝福 祝愿肖战能在第二故乡演出顺利 如梦北京站演出顺利 身为出色的演员 肖战的每一次表演都不会让观众失望 大家的期待和情合理 有这样一条新闻 网友直呼 别安慰了 只是想要体验一下 去如梦舞台上看肖战的表演 一直都是陪跑 很少有机会看到 难怪 肖战非常出色 喜爱的粉丝和观众众多 这种情况每次都会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不管怎样 祝福演员肖战梦境或者肖战主演的影视作品都是值得期待的 站在舞台上 理性支持肖战代言 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 肖战值得 只要买票 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愿 河北官媒再提肖战 工作室开始许新年愿望 顺风顺水 近日 肖战代言的各大品牌都发布了肖战的新视频 包括真历史 李宁等 新鲜的肖战非常有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不知不觉中再次得到河北官媒的提名 另外肖战工作室也开始带领粉丝 许下新年愿望 不言而喻 希望肖战越来越好 顺风顺水 原来 河北官媒 河北日报再提肖战 已经很多次了 这一次依然是宣传正能量 呼吁大家和肖战一起 做好垃圾分类 关乎环境和文明 在得到官媒的点名后 肖战工作室也开始许新年愿望 肖战工作室公布了肖战的宣传大片 让我们大家一起许下新年愿望 都是大家给肖战的祝福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更多都是给肖战送祝福 希望肖战接下来的演绎道路 可以顺风顺水 越来越顺利 实际上现在的肖战就是这样的状态 新代言不断官宣 新视频越来越多 临近跨年肖战的舞台自然少不了 说到肖战的舞台 网上流传肖战会加盟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 尽管没有官宣 但可以期待一下 不仅如此 肖战参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如期上演 惊喜不断 祝福正能量偶像 肖战未来可期 转型路线千千万 赵丽颖和杨子为什么都选这一条 正在热播的两部剧 《女心理师和谁是凶手》中 杨子和赵丽颖不小心撞人设了 赫顿是篇治愈系的心理师 沈宇则是悬疑画风的心理医生 类型上很相似 但又感觉截然不同 你是想被治愈还是治愈呢? 最新剧情 有多少人被沈宇的笑 吓得倒吸一口气 这眼神中的疯狂和危险信号 既让人感到害怕 又让人觉得怠感 赵丽颖这一次的角色 真的和以往截然不同 人前是理性优雅的心理医生 人后的他却被各种谜团包裹起来 错综复杂令人看不透他 中学生时期的扮演者 就已经将他角色的复杂氛围感拉满 年纪轻轻就可以遵照父亲的信 抹掉了他在家中生活的全部痕迹 细思极恐 成为心理医生后 整个人真是散发着美丽又危险的气息 明明笑起来很阳光 会温柔地和病人说我保护你 你可以 无条件相信我 但偶尔浮现在脸上的诡异微笑 又让人不寒而栗 剧中的赵丽颖更是上演各种眼神杀 微笑杀 把一个疯狂神经质的人 全是得淋漓尽致 这种自带反转魅力的病 教角色和赵丽颖 以往的角色反差很大 很是惊喜 角色的白切黑也直接影响到了赵丽颖的造型 剧中有很多冷色调的装扮 白色系look居多 凸显人物外在性格的冷静和克制 但妆容上 又透着一丝凌厉 大地色系的眼妆和低饱和度的红唇 显得利罗干练 整体妆面很是干净高级 长发披肩时更有女人味 迪马尾时则知性专业 和医生的人设相当符合 而杨子所扮演的心理师赫顿 就显得明媚了很多 在女心理师中 她不断地用专业和语言的力量 拯救困在痛苦中的人 每条故事线聚焦一类心理问题 真实紧凑 让观众十分有代入感 因为本剧角色需要 杨子刻意剪短了长发 职业套装肃静简单 配上轮廓感很强的妆容 整个人看起来专业可信 业务在线 刷新了杨子以往一贯的填宠标签 但是和男主恋爱戏出现时 赫顿还是会变身为可爱的小女生 成功驾驭如此可甜可酷的角色 一路看着杨子演戏 真是有种无加油女出掌成的自豪感 赫顿和神宇一样 虽然都是疗愈别人的心理师 但其实这两个角色都因为 原生家庭问题存在着一些心理障碍 如何拿捏内心矛盾与现实的拉扯 对演技考验有着不小的难度 两位实力派演绎的都不错 也因此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赵丽颖作为85后小花 杨子是90后小花 两位都有现象级的爆款电视剧 堪称是流量中的演技派 有很好的国民度 抛开角色 两位也都是童颜戏长相的女生 从可爱逐渐成熟 拥有自己的风格 她们的变美思路都有一些相似 很值得大家借鉴 赵丽颖的小圆脸在当年的《珊珊来了》中 真是太可爱了 那时她年轻稚嫩 胶原蛋白满满 加上圆圆的眼睛和简灵丸子头 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呆猛感十足 霸道总裁爱上小职员的乔段在当年 还是让不少网友上头的 不过当时赵丽颖的韩戏粗平眉 虽然可爱有余 但缺少一些气场和精致感 接着 赵丽颖在花千古中 从傻白甜切换到黑化 妆容上有了更多的变化 眉毛变得轻巧 英气了许多 农妆也hold住了 也让大家看到了赵丽颖的更多可塑性 楚桥传则是让赵丽颖的国民度 更上了一层楼 此时她为角色瘦身 娃娃脸开始露出骨香 可爱风削弱了很多 搭配有弧度 有棱角的柳叶眉很好的凸显了五官的立体感 这时的赵丽颖 气质开始沉稳了许多 虽然每部剧的风格略有不同 但真正让赵丽颖成功转型的作品 毫无疑问是知否知否 从规格少女变成喉门主母 赵丽颖不再局限于傻白甜 完美演绎出了在一个家族形容下 大女主明蓝的成长历程 无论是眉形还是眼妆 优雅大气了许多 因为妆容在修容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面部的骨骼感增强显得人精神了很多 下河线变得更清晰 少女感和成熟优雅并存 可翘可柔 一路走来 不断挑战新角色 成为妈妈的照丽颖气质 也在发生质的改变 五官变化不大 但轮廓变得更大气 黑长发彰显东方女性的知性优雅 女神的气质妥妥的拿捏住了 如此女大十八变 杨子同样也是个典型 从家有儿女下雪开始 我们一路看着杨子长大 变美 杨子的演技一直都是被认可的 但是在颜值上 略带婴儿肥的圆脸 以及不算嵌瘦的身材 也让杨子走了不少弯路 最早的韩戏风格 妆感显得有些厚重 眉形并不能很好地突出五官 虽然亲和力满满 但也是缺少一些明艳的精致感 所以在不断地挑战角色中 杨子也是一路瘦身 一路寻找适合自己的妆容风格 在香蜜沉沉浸浸如霜中 为了穿古装有更好的状态 杨子一口气减了一十八斤 自此 杨子原本紧凑饱满的面中轻盈了许多 弯弯细细的落尾眉 显得人精致温婉 微微拉长的眼线 弱化了五官的诱态感 凸显出了造型的层次感 再到亲爱的热爱的大火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童年 超级自然 让观众超有代入感 这部剧也让杨子一跃成为流量小花 立足了扛剧女王的称号 此时的她也越来越自信 短发后的她开始尝试更多风格 利落的落尾眉和清淡的眼妆 就足以烘托出她甜美的气质 身材虽然不追求过分欠寿 但体态却因为修长的肩颈线条 变得更优雅大方 甜美的 优雅的 洒爽的 甜酷的 不同的造型都能有自洽的打开方式 让人觉得恰如其分的美 很舒服 杨子 赵丽颖 不断通过实力破圈 并继续寻找更多的可能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 这两位优秀的女演员 在今后一起同框合作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